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剛看的影片不是出自360相機或者Stabilizer 而是出自我手上這個這麼小的廣角鏡 這個廣角鏡是港產手機Fusion Lens 2.0 跟第一代一樣都是不用用電 直接拍到手機就用得 比起上一代只是玩到360 2.0就多了好多東西玩 主打超廣角拍攝 還有電影運鏡和電子防震 究竟它有多歪?就是這麼歪啦 用了最廣角的23比9 歪了三倍又多 進入不同選擇 23比9跟16比9 人翼變螢幕那麼厲害 不過鏡就會歪了 而8mm跟12mm廣角就相反了 凍樓很直 不過如果站在邊邊位 人翼變形很厲害 站在中間的位影響就不大了 這個APP就做了電子防震 所以拿這支便宜的Stabilizer 跟它比一下 這支國產Stabilizer 700元就有交易 用的是機械防震 而Fusion Lens 就在APP裡面 加了電子防震功能 先看沒有開防震功能 跟有開防震功能的比較 效果都真是幾明顯 再同加了Stabilizer拍的片比 走路時效果差不多 但一跑步 Stabilizer就明顯定些了 只不過用Stabilizer的話 事前功夫麻煩些 定常手藝都重很多 這麼有電影感的旋轉運鏡效果 Fusion Lens都做到的 在APP按個按鈕 還可以調速度和方向貼 這支Stabilizer 都做到旋轉運鏡的效果 不過就沒那麼歪 雖然360是這個新版本 就不是主打 不過它也有些新東西 除了上一代已經有得拍的360相片之外 還加了全景Timelapse片 以及類似Instagram的Boombering片 不過接駁位就有點穿奔 幾個功能都試光了 整體上下果不錯 但用了Fusion Lens之後 將相片明顯沒有那麼short 對我來說 雖然它的畫質差一點 但性在功能多 夠輕和操作方便 APP都蠻好用的 不會滴滴滴 Fusion Lens 2.0支援iPhone X系列 不過iPhone 7和8系列的舊版本 是更新了APP之後 都可以用到這些功能 玩生活 樂科技 恩話-K